Hello 我是Mike Hello 我是Sylvia Hello 我是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M on Live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M on Live 有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ke哥 我們今集有新題目 嘩 這個我想做了很多久 不過終於我們搞定了 還有最近都很熱的 因為國內有一部河稅片 叫做熱辣滾燙 裏面的導演兼女主角賈玲 因為這部電影減了55公斤 嘩 這麼厲害 是啊 更加帶來了30億票房 說著兩個星期 所以國內軒起了一片 就是做運動的熱 所以今天我們說也不會太遲 不會 說說你自己吧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我已經開始了五六年了 我當時很擔心自己 我經常在中環 經常在街上 因為我走路的姿勢不好 然後我跌了幾次 跌後我發現真的有問題 所以終於我找了一個教練 我想改變自己走路的姿勢 那她一看到我 蛤 你都沒有肌肉 當然是跌了 但是我現在看到你沒有跌街 還要大隻了 穿衣很漂亮 漂亮就不是 不過感覺自己有自信心 因為覺得自己摸進去 身裏是有肉的 那些是肌肉 不是肥肉 還有其實做運動 很多時候開頭是很開心的 是 但是要說行心 一定要 我一個星期兩天 一天兩天 有一個就是上身一個下身 所以給你一點掌聲 多謝多謝 說到Discipline 圈中她最有Discipline做運動 沒得了 Semi 一定是第一的了 是啊 她很厲害的 她就做一些很Hardcore 據聞她每天都要跑5-8K 然後一個星期做三次的高強度的大洋運動 飲食都很嚴格的 又要吃低碳化水馬馬俠 又要吃高蛋白質的紅肉 吃很多 才可以保持她這麼降調型的身材 這些我們不是叫降調 我們說真的很乾身 你看得出她沒有什麼水分 其實這些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完全不吃碳水化物 其實人的心情是會比較粗的 所以其實Semi不容易粗到這個身材出來的 那就沒辦法 因為她要舞台上的演出 是啊 沒錯 所以就要保持得很健康 我們一般人就 難做 你記得去年她拿獎的時候 她拿著那個獎 她登出來的那個不是意外來的 她特地想讓你看 她下了很多心思的 我們期待在接下來演唱會 有一個更加健康的Semi 讓我們看到的 除了Semi之外 其實圈中也有很多女星 都很努力做運動的 其中一個我想說一下 就是已經年過60的余安安 開安姐 老實說 是我們老實說 真的是目標來的 目標來的 她原來跟自己說 她的體重 不能超過120磅 麻煩 還有原來她做健身 做到有導師的資格 很難考的這個牌 你知道嗎 但除了做運動之外 原來她的飲食 還有睡覺時 很重要 她每天要規定自己睡10個小時 很有精力的 安安姐 為甚麼 為甚麼要睡10個小時 我告訴你 你知道睡眠裏面 是令到骨膠原重新 最好的方法 是不用花錢的 你只要睡夠 你的皮膚 那個彈性 你不能騙人的 當然啦 飲食 小酒精 心境 開朗 還有正面 沒錯 全部都有幫忙 你有沒有跟的 我已經盡量的了 跟到很貼的了 其實她經常錄音 她會很開心 是的 其實我知道 你今天特地找了你的PT 你的導師 Phoebe特地找她幫忙 和我們就是 教我們做一些運動 令到你穿衣更加漂亮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請去出場 第一次跟大家教做 你們其實可以自己回家試試做 這個叫做 坐姿啞鈴推舉 主要是改善你甚麼 如果你有跌膊 斜膊 那些 就一定要練 因為好像你也有份做 當然啦 練完之後 就好像 鵝頸橋那麼直 嘩 你的肩膀的兩塊肉出來很漂亮 無論你穿甚麼衣服 整個人好像立即挺直 好 先看看 現在我們介紹第一個動作 就是肩膀上推舉 我建議的重量先說 可能女士最初2kg左右 男士就可以重些 5kg左右 我們開始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要背部靠近背墊 但是我們靠近背墊的時候 肩壓骨就不要鎖住 但我們要拉長我們的頸 下巴微收 然後將我們的手肘 大概保持在60度左右的角度 啞鈴放在耳朵兩邊 然後慢慢一個弧線推上頭頂 但我們推到頭頂的時候 我們沒有鎖直的手肘 因為這樣會令到手肘的關節會受傷 我們慢慢呼氣推上去 慢慢吸氣下 慢慢呼氣推上去 慢慢吸氣下 這個動作 我們大概可以做12至15下 或者如果你覺得體力不錯 可以做到3至4組 嘩 就是練這組肌肉嗎 對呀 其實這個推舉是否難做呢 這個推舉 開始就覺得有些問題 不過你做一下 一定要吃飽來做 非常之好 對 要吃飽 不可以兇套 對呀 不可以兇套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 就是我們經常做的 平板支撐 在家裏做都可以 嘩 這個厲害 腹肌 背肌 大腿肌 臀部肌 全部都可以練 沒錯 這個記住 不要逼自己 不要一次過 要每天做 循序漸進 沒錯 很重要 一開始就把手肘 維持在肩膊的闊度 手肘一定要保持在肩膊的正下方 然後你可以拿拳頭 或者按手掌心 在地上 維持前臂來做支撐 沒錯 然後兩隻腳 把盆骨的距離 或者比較困難 把腳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臀部不要這樣升高 明白 我們要少少夾著尾龍骨 拉平 肩膊 有很多人都會這樣 跌下去 微微收下巴 少少拉長後頸的肌肉 如果我建議 我會建議有少少舒服的話 就是可以看著肩膊 對 有一個焦點 大概在這裡停住 30秒至1分鐘 可能每一次做兩次都很有效能 最好每天做 這個planking 我經常做到兩隻手肘損 我覺得我用錯力 對 所以你聽著Phoebe的方法做 整個人的力量會比較平均 紛紛 會做好很多 有時候找教練的原因就是這個 沒錯 接著做這個 就叫做back extension 背部伸展 主要Email很重要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寒背 因為看的手機多 對 越來越彎 沒錯 很有問題 所以究竟有什麼運動 可以改善到你的寒背 我們交給 去片 其實我現在想介紹一個 可以在家裏做到 而練習我們的樹脊肌 背部的肌肉 樹脊肌是由我們頸 延伸到我們的腱骨位置 這樣強化到它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剛才穿牛仔褲 當時也說過 就是令到我們的姿勢會挺直一點 浪沙馬雀看上去都會有自信心 這個動作我們準備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一條毛巾 我們用一張墊 趴在這裡之後 兩隻腳會放在盆骨的闊度的距離 腳背按住地下 然後我們雙手握著毛巾之後 手掌心向下 下巴一定要微收少少拉長後頸的肌肉 然後我們將額頭貼在墊上 慢慢連毛巾一起遞起 最好遞到手臂在耳朵兩邊 頭不需要握高的 要收回下巴的 慢慢放 慢慢呼吸上 慢慢下 在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會壓著我們的肚 所以什麼時候上 上的時候呼吸上的時候吸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始終我們不是負重 我們只不過是用我們的身體重量 另外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如果有脊柱側滑 或者有腰痛問題的人 就要諮詢了物理治療師或者脊椅 才在家裏做這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我建議每次做八至十下 可能做兩組或者三組就已經夠了 我可以做多三下給你們看 慢慢 因應自己喜歡的方法來呼吸 慢慢下 就是這樣嗎 這個方法其實不錯 只要有一條毛巾 一個瑜伽墊 在家裏就可以做到 是呀 很有用的 那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寒貝沒有做 不是呀 有些人說我高了 因為我人不寒貝的話 我遲幾天遇到uncle在中環 你為什麼高了 這個又真的 真的有用的 大家不用穿高跟鞋 真的有用的 男女適合用 多少歲都很可以做的 接著我們要介紹大家 就是怎樣亂一個蜜桃團 漂亮的屁股 這個動作就是 很多人沒有以求 就是我要練一個漂亮的屁股 我們就叫做hip burst 我們需要就是一個背墊 一條20公斤的重量的巴 然後呢 我會示範動作 怎樣去鍛鍊我們的臀部 好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基本動作 我們保持隻腳和盆骨 都是同一個直線盆骨距離 我們把雙腳踩在地上的時候 然後呢 力從地起 一硬著的時候 就把屁股抬起 要注意的就是 當我們抬起了 我們的下巴要收回向前 因為我們最主要 都是用肩甲骨押 壓向背墊的位置 我們慢慢吸起來 慢慢呼氣 把屁股收 再推高 其他位置就不要動了 硬實地下 抬高的屁股 把重量頂到最高點 慢慢吸起來 呼氣 再上 速度不可以太快 但是呢 就是 在健身那裏做好一點 因為始終家裏沒有 這麼重型的工具 但都可以介紹一下 究竟現在的女生 或者男士 怎樣去鍛鍛屁股 其實這個動作都幫不少 其實這套運動 除了可以練蜜桃屯之外 還有大腿肌肉也能練 是呀 很有用的 我也感覺到自己穿褲子 比以前更漂亮 那你是不是覺得你臀部很漂亮 不是 最重要的是我沒有鬆弛 很重要的 鬆弛這件事 很重要的 去做運動最重要 有什麼配合呢 就是漂亮的運動衣 現在Lululemon很熱 但冷不冷都幾千元一條 那是否一定要買這個才能做運動 這件事我問了我教練Phoebe 她說是否一定要 她說其實Lululemon 是比一些適合 本身已經做運動 線條很健康的人 就有幫助 但我一般素人 剛剛開始 其實不需要投資這麼大的 普通運動衣 舒適的 透寒的 那就行了 沒錯 好了 那我們講開做運動 還有什麼提示提醒大家 記住不要說 哎呀我現在都這樣做了 做來做什麼 不要這樣說 永遠是沒有嫌自己的年紀 記住一定要做 還有一定有幫助 相信我 因為我年紀都很大 那時候才開始 她是將自己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她 沒錯 不妨由今天開始 大家可以試做 或者如果你喜歡今集的節目 你想認識多一點的話 可不可以 找你的教練 做多一次一集給我們看 對呀 如果你有特別的動作 特別的東西 想改善 我會找一下Phoebe 再教大家 可以在家裡都可以做到的事 記得按讚我們 還要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